大家好,今天小猪佩奇要来买冰淇淋啦 这是一个新的冰淇淋商店 小猪佩奇看了一下,选择了橙色的 让我们来帮小猪佩奇做冰淇淋 这个橙色的冰淇淋是Nemo 小猪佩奇选择的这个冰淇淋还有一个红色的崎岖蛋 打开之后,这里面是一个白色的变形蛋 这会是什么变形蛋呢? 让我们变形来看一下 白色的蛋壳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里面是动物的身体 我们的动物变形蛋变形好了 原来是一只可爱的熊猫 小猪佩奇的冰淇淋快融化了 快来尝一下 是橙子口味的,好好吃啊 把剩下的甜筒喂给熊猫 变形蛋的熊猫变成了一只真的熊猫 这只熊猫看起来好萌啊 佩奇和熊猫开开心心地玩耍去了 接下来,小猪乔治也来到了新的冰淇淋商店 乔治会选择什么口味的呢? 他选择了这个蓝色的 让我们来给小猪乔治准备冰淇淋 这个蓝色的冰淇淋是哪一个迪士尼人物 你们知道吗? 乔治的冰淇淋套餐有一个蓝色的鸡翠蛋 这里面会是什么动物变形蛋呢?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看一下 乔治最喜欢恐龙了 会不会是一只恐龙呢? 我们的动物变形蛋变形好了 果然,只是一只恐龙呢 让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恐龙吗? 乔治玩得肚子都饿了 快来尝一下冰淇淋吧 清凉清凉的,好好吃啊 乔治把剩下的甜筒喂给了恐龙 好神奇啊 变形蛋的恐龙变成了一只真正的恐龙 这只恐龙看起来很友善呢 乔治坐在了恐龙的身上 开心地去玩了 熊儿也来买冰淇淋了 它会买什么颜色的呢? 熊儿选择了黄色的口味 这是维尼小熊的冰淇淋 看起来好可爱啊 那它会是什么味道呢? 熊儿的冰淇淋套餐里面 也有一个黄色的奇趣蛋 这里面也是一个动物变形蛋 这个蛋壳上面还有花纹呢 那你们能猜到 这是什么动物吗? 我们的动物变形蛋 变形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你们知道熊儿买到的这个变形蛋 是什么动物的变形蛋吗? 叫我们来尝一下小熊维尼的冰淇淋 是菠萝口味的 太好吃了 熊儿把吃剩的甜筒给了这只动物 太神奇了 变形蛋吃了甜筒之后 变成了一只真正的动物 熊儿开开心心的 带着它的动物回家了 冰淇淋超市又迎来了新的客人 这一次是熊大 熊大选择了米奇的冰淇淋 熊大还选择了绿色的糖果 它把糖果插在了冰淇淋上面 这样子看起来更好吃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熊大拿到的这个变形蛋 是什么变形蛋呢? 它的身上也有花纹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我们的动物变形蛋 变形好了 这是什么动物呢? 它的脚和脖子都好长啊 它好像肚子有点饿 让我们来做一个冰淇淋给它吧 先是粉红式的米尼 然后是浅蓝式的毛怪 让我们把冰淇淋喂给这只动物 它果然好饿啊 打口打口的把冰淇淋吃掉了 今天我们的玩具故事就到这里 更多更好玩的玩具故事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